嗨,大家好,我是小胖 昨天晚上在电影里看了一个黯然销红饭 作为一个美食博主居然被别人生意放毒了 今天一大早我就去买了食材 做起来吧 开虾背去加馅 先把虾仁腌制一下,加盐 加半勺花椒粉 一勺淀粉 用手抓勻 腌上20分钟 把玉米先煮熟 好久没有吃羊肉串了,再搭配点羊肉串 几个上去全去不? 我还吃上六个啊 妈呀,尿尿 来点花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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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是不是? 你把你口吃了吧 带有一匙子 看不出来哦 看不出来 第一次吃这个火腿的时候 连这个塑料袋一起切了 然后吃的时候才发现里面的塑料袋 这个塑料袋真的是看不出来 把虾仁炒一下 供鸡蛋,不供鸡蛋 蛋黄和蛋清分开 给蛋黄加一勺盐打散 把蛋清炒到备用 再撒一点辣椒面再烤两分钟 米饭蒸好 最好在冰箱里面冻一下 要么就是隔夜的米饭 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 暗染小红饭就是鸡蛋 蛋黄倒到米饭里面 搅到每一粒都裹上蛋黄 做饭有点像新疆的手抓饭 看着就像,手抓还像哦 整的金黄色 热锅下油炒饭 勤翻炒到粒粒风鸣 炒这个饭一定不要经济 经济是不是热豆腐 加炒熟的虾仁 火腿丁 玉米 炒好的蛋清 来拌小花椒粉 撒点葱花翻炒两下就可以出锅了 留下一个小节表开 起锅呀 盖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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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以前吃的那种爆炒蛋炒饭 完全是两种蛋炒饭 真的会好吃非常多的 中方和下人会让这个米饭比较有味儿 比较鲜 一勺米饭放进嘴里 舌头一碰 一滴一滴的 粒粒丰鸣 这些防酸几个少 就少 吃了手后间也得要防酸 手后间如果不防酸就不酸一碗 24k黄金炒饭 我都烙了一点红糖 放到外面的酒店一份起码298 光颜值就值200 这个黄金奶油苹果太好吃了 在我们煮夜厨房也有 用慢火一点点把米炒熟 千万不要爆炒 这样每一粒米温度都进到里面了 平火的英语是什么 老火的英语是什么 熊猫的英语是什么 平达 是个糖酸 你吃 就吃 嗯 开始吃 我给你吃 我在 你拿 我给你吃 你吃 你吃